电源把咖啡豆放在绿纸上 可以清楚看到咖啡豆表面透着油光 接着他熟练地把鲜奶油挤在煮好的咖啡上 完成了一杯香气浓郁的咖啡 日本人爱喝咖啡 平均每人一星期会喝掉将近12杯的咖啡 但最近这个习惯恐怕要改变了 日本咖啡业者使用的咖啡豆几乎都是从国外进口 先前因为产地巴西和哥伦比亚气候不佳 导致咖啡豆产量减少 价格已经上涨了一波 现在日元持续走扁 让进口咖啡豆的价格比去年又贵了两到三成 大大增加业者的营运压力 日本3V11全家和Lawson三大连锁超商 早就因为不断增加的成本 把店内出售的现物咖啡价格提高了20% 超市里贩卖的各种咖啡产品的价钱也全部调涨 日本进口咖啡豆变贵 美国则是番茄变贵了 美国95%的番茄产自加州中部古地 可是这几年加州气候破热干和缺水 严重影响番茄的生长和收成 连带也推升了沙沙酱 番茄肉酱等番茄制品的价格 再加上通货膨胀 农民必须支付更多的燃料和肥料费用 这些增加的成本也会全部反映到产品售价上 让东西越便越贵 华日新闻 博爱真编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